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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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海岸山脈下面是米站部落 阿美族的部落 跨過海岸山脈太平洋邊是水連部落 也是阿美族的部落 那米站跟水連部落中間有一條米站古道 就是你可以用走大概走三四個小時 那它有一個有名的東西是挑夫 就因為早期啊 海岸線的水連部落有海產 那種古的豐田有種植作物 可是這邊就是他們擁有對方沒有的東西 那以前公路貿易沒有很興盛 所以就有一個就是水連部落的人就跑出來做一種工作叫挑夫 就是在花蓮溪這邊做貿易然後他把東西挑挑挑挑到這邊 然後再把這邊東西挑挑挑挑挑到國 所以那條古道就是當年挑夫總部 這講的都不是很久以前的事喔 因為蘇花的公路就是花蓮的海岸線的公路 是這三十年才真的修得很好 之前就是你如果要 之前那個不是台11線 就是之前台11線只要台風可能就會斷掉 那上面的部落就會真的變成孤島 就是你無法去你是真的就去不了了 你懂我意思喔 因為台11線不是常常的嗎 然後他中間很多斷可能比如說台風這樣吹要斷掉 他就被鼓勵在這邊 你要去花蓮市你要這樣開超越開到台東這樣 然後再繞縱湖 對啊就會早騎啦 所以那時候中間就會有很多人在開一些路這樣 所以米站步道是車子也可以走的 他那邊就是有兩條 一條是產業道路 我有開車開過 但是很容易掛到底盤 但是路況很差啦 不建議 比較建議騎機車 米站古道是純粹能走那種步道 就是你不然在台灣爬到山那種路 那我會被狗追嗎 不會但你有可能會遇到山豬 我跟你講山豬比狗恐怖欸 山豬致死率很高 這裡叫那個你這樣古道的路口 走路大概兩個半小時 其實那個 他有一個比較麻煩的點是 因為你如果開車去 然後你爬爬爬到對面你很難回來 你只能在爬回來 因為你可以搭客運 可是他的客運不會有專門到豐田 就會搭到華蓮市 然後這樣會超華蓮市跑過來這樣 所以像 我們都是爬到上 就是我沒有A點進B點出 我都是A點進 然後到頂上然後又下來 就走 就其實我沒有 真的這樣爬過一次 但我兩邊都有走過 可是我沒有 一次這樣做掉 因為我一定是開車去 我就覺得麻煩 走那個月眉山豬 啊我有遇到 中天有遇到一個阿伯 他跟我說 他們那一群人超好笑 他們就會開兩輛車 然後兩組人爬 爬到山頂交換車鑰匙 然後下來 好可愛 好可愛 好特別啊 對啊 可惜我們現在是一台車 對啊可惜 不然我們那時候都可以這樣站 好像可以 對啊 我們這裡有一台車 然後我們全部都走你 那時候他找不到我們在哪裡 可以耶 好像可以耶 因為確實很有趣啊 如果是 對啊 但是 因為我去爬 他那個你會 我遇到都是 花蓮市的長輩來健行 他們可能比較不趕時間 所以他們很多也是 就搭客公車回去 可是有山豬 他們也不怕 沒有那麼多啦 我只是 我也沒有遇過 我只是舉 開個玩笑這樣 一上山頂 然後一個山頂部落 野豬幾次才好 因為我去爬的時候 有一次我看我旁邊 有一條山豬走出來的路 然後還有山豬的大便 所以我想說 你有摸看看嗎 你有摸看看嗎 不是啊 就是看得出來 因為那個路上 那個形狀 可以看到大便會摸看看 沒有啊 可以看到他離我們多遠 因為會村在那個地方 還可以擁有那種大便的動物 就是人啊 狗啊 山豬啊 狗是三槍啊 那個海拔太低耶 三槍不會出現 那個山海拔很低 還是熊 而且那個米戰部落的人就說 因為台灣後來推那個什麼 動物防治法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 弄到現在他們也不能 就是這些動物已經多到 會到他們家打 會到他們家打 其實他說很困 他說有時候 到他們家的時候可以打三槍嗎 可以 你說這樣 誰出你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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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來幹嘛 不會敲門 我轉 欸 果然是戲劇戲 我不會給他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我輪到你 你把我踩 你不行 你厲害 我輪到你 把我踩 你感覺到你 我 challenges 你你讓你再來一陣子 我依然 你沒有 你不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